不过攻击金局事后也向媒体澄清 这笔1000万名级的款项 是来自攻击金局的明硬成本 并没有用到贵人的储蓄 也不会影响到贵人的存款和存储 攻击金局表示 这笔国贵是可以被动用的款项 并且已经获得了管理层的批准 那针对攻击金局的这个举动 财经组织是至少有受网时 向8点资报指出 不过攻击金局的关系 不过攻击金局的关系 那么说这笔1000万名级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企业顾问方汉捷 他就认为 如果法律是否有领域公立 隐形国家的关系之后 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应该 所以当金局获得委托管理人民的养老金 但是不应该在没有获得会员的同意之下 就直接捐款 在这里一旦打开了直接捐款的先例 那么未来发生任何的灾难 国家主席机构 公立变成了严善经购 均管就会长期存在固定的成为 这恐怕会影响机构的收益 和利息力 他受捐款都不容易 即使管是挂的 例如 每天内请准备 加上 官方网站查询 在他们的这个企业监管 就是公司的部分之下 其实是有一个赞助与捐款的这个政策 那么在这个赞助与捐款的政策之下 其实是他们能够捐款点于那些政策上的 或者是可以拿来做人道的救援措施 incidentally 这是这种赞助与捐款的重要的这种赞助去 他只是说的 应该看到好奇奈 这种赞助与之间 已经使用了 complaint 自己的赞助与贬任出行动 这个行动赞助与贬任出行动 所有赞助与贬任出行动 責任出行动 这个赞助与贬任出行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